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良好吗 安良商场 你看就是这个妈妈就是从这个这陷进去的 这踏板 这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啊 有两个这个服务员在这看着 那为什么在这看着呢 咱们待会再说 你再看下边 这个这个是另一起啊 7月26号是荆州湖北荆州 7月27号在广西吴州 也是一个这个大楼里商场里 一个小男孩啊 小朋友啊 摔倒了手臂给卷到这个扶手电梯里边 左手前端给压没了 左臂的前端就压折了 连续这个两天 这个这个中国的电梯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缩影 各行各业情况的一个缩影 我给你一念 你就明白 就是这个中国的电梯生产量 保有量和安装量就像我们的GDP一样 世界第一 全世界第一 有160万台正在运行的电梯 而且现在增加的速度也是世界第一 以每年20%超过30万台 占全球一半多的增量在发展这个电梯 好 然后呢 全这个这个大量企业涌入这个市场啊 产能过剩 供大于求 电梯市场逐渐演逐渐演变成恶性竞争 现在三四十万的电梯以前卖七八十万 原来改造电梯花十三四万块钱 现在都一两万就这么干 唯保公司的规模参差不齐 这样一个市场谁都吃不饱 北京电梯商会会长说这个行业 行业混乱 就是中国的电梯出厂都达到国家检测标准了 所以质量质量问题占16% 安装问题占24% 而保养和使用问题高达60% 保养问题我可以说一个 我以前呢我就去采访过一个全世界应该是第一或者第二大品牌的一个 那个外国品牌的一个就是电梯厂 他们跟我讲过一个事情说在中国 但也不光是在中国 他在很多国家就他都碰到 就说买家买了他们的这个电梯 但是维修呢就不找他们 因为贵 他就找就是民间的好多那个就是特别便宜的那种那个维修公司 你要赶上好的呢 他可能是以前在这种厂家干过的 他知道应该是怎么做 不好的呢就不知道什么人呢 他就给你拧拧螺丝干嘛的 所以维修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对还有你刚才说你觉得就是中国的电梯的整个的这个情况是中国国家的一个缩影哈 我也想过 我觉得就你不知道中国是前现代国家吗 然后赶上这种现代化的产品对吧 就在这样用大规模使用 但是我又觉得哎是不是一定是前现代国家不能用这个现代产品呢 你再想想我们的飞机 我们的军工的东西其实很安良嘛 对不对 又安全又良好 其实为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像飞机这种东西 他用心 他知道这一出事就是大事 而且那个保养的人可能自己也在飞机上吧 也要上飞机的 你说的对 他这个他自己不做的 他不用这个电梯的呀 对吧 矿井那些事情等等都是这样 他吃不关心 他就不会那么紧张 飞机现在主要用的还是进口的吧 但是各个航空公司飞的主要的大的不是不是欧洲 这玩意儿就是进口 你要明白跟进口不进口没关系 这种东西啊就像飞机主要是维修保养和管理 它的安全处在这儿 这个电梯也是这样 我我我我怀疑他我不懂了 但是我怀疑那些大的飞机哈 他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 他的整个维修啊使用啊 是跟回原厂的标准的吧 整个照过 我觉得应该是照搬西方 他应该全部搬过来 连说话 连很多东西都是 有一年 但你 但你之后你就得是要靠你自己找那些公司了 你或者可以买他们就贵嘛 所以那些人愿意找更廉价的公司 但是之前你们有听过 这个首幅电梯出事情的新闻吗 太多了 有 整天出事 真的 所以你以为一个 这已经死过人的 上海都有过 那个电梯突然倒过来走吗 很多人被压伤 这个消息 对我有朋友今天还跟我说 他也碰到过 就是突然就到行 然后他一只手还抓在那个滑梯上面 就是那个滑的那个东西上面 幸好他手抓住了 说前面几个大碰子 全要在他手上 我都习惯了 就你我的亲身的经验 你就是就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是多么不慌不忙 我有一次 还不是这扶手电梯 是下那个直梯 我一直坐一个电梯 然后我一按三楼 哗打开 然后我看地面到我胸口 这地方 我一点都没慌 打什么电话 我蹭一下一个引体向上 啪就走了 这就是我觉得 零云七里边学来的 对啊 你在这个国家 你要适应这种情况 有时候自注意一下 不这一次死人都不是第一回了 这次死人说实在也挺残酷 不就是因为情节之感人吗 对吗 为什么引起那么多注意啊 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安监局的就说了 说他是什么呢 各种传言都不是 他是在之前五分钟发现这个扶手电梯的这个踏板 松动 翘起 松动翘起 你还不停梯 他不 他就可能找俩服务员在这看着 然后继续运行 继续运行的 看着就是说已经知道有事 已经知道松动翘起 然后呢 那个妈妈 30岁的妈妈抱着他这个孩子就上了 他爸还在底下 有人是跟他爸说 你怎么不上去 然后他妈上去了 上去之后 听说啊 这个都没调查结论 听说上边那俩服务员就说了 说哎 这他把人怎么怎么着 你不要往上上 但是后来他们家人在殡仪馆就说了 说那你让他妈妈怎么办呢 你你让他倒着往下跑吗 你让他倒着往下跑吗 于是他往上 你知道 不你要有人看着 你应该在下面上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让上人才对啊 对啊 对不对 你在上面有啥用吗 我们现在推测那个视频 我觉得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就他妈妈那个也觉得这好像有点悬 他就这个孩子啊 他不是当时的这个反应 他是本来 有人这么说啊 本来抱着孩子 他知道那个踏板虚啊 他想以为这么跨一步 这么踏过去 没成想 他刚好踩到了虚的那一头 棒 下去了 但是他这个动作 本身正好是把孩子拖出去 那个服务员也接住了 但我的理解 就我做一个妈妈的理解 是你带孩子走的时候 不是 他到最后那一节的时候 那个小孩可能不会跨过去 不是你要快一点要跳过去 他是怕小孩这个地方 所以他会会拎一下 就是正常的电梯 我一般也都会要拎一下 对对对 我以为他是在这个时候 本来就要拎一下 他出事的是这一条阶梯的最后一级 不是上来了 上来了 踏板 已经上来了 那个踏板 那个已经走完了 就那个踏板下边 才空了 才空了 对 才空了 但是旁边工作人员站在 他们几分钟以前已经知道这个踏板 有人说是要准备去修 还没修 那么你应该把他叫停 对他应该叫停 对啊 没有啊 不会操作 其实电梯他两头都有那个紧急按钮 你可以请他去 对 而且就还有人说 也很奇怪 说就算你掉下去 他上面应该有一个箱子 是人家那个维修人员站的地方 对对对 你掉到那个箱子里去 也不会 但是就这么巧 他下面也没有箱子 就整个就人绞进去 卷进去了 你想最后救援人员就是说 遗体基本完整 这就是你说 一个妈妈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你说咱们这说 这个电梯 太 我就跟你说网友的一些个跟帖 你就知道 当然网友跟帖 咱不能调查 但一听就没错 就是你比如我就抄了一些跟帖 说我就是弄电梯的 按规定 这个所有的电梯 一个月两次为保 两次为保 某些商场 明明电梯有毛病 都说了一年了 说你这电梯该修了 你这电梯该换件了 就是不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那几万大修费 那么都怕花那个钱 然后呢 就是国家也不出台政策 其实据我所知 不是不出台政策 而是政策没有得到执行 他说 他这个维修电梯的 说很多电梯比我岁数大 还在用呢 都没有报废年限吗 你汽车还有报废年限的 出租车还有报废年限的 二三十年的电梯 说我做都害怕 他那商场还在用 说我以前有个同期学员 也是坐电梯维护的 他说啊 这里边猫腻太多了 反正都是例行检查 如果真坏了 一般都喊这个误管 换件 是吧 换件一般花费就高了 花费就高了 就有的那个维修的 能修也不给你修的那么好 你知道吗 故意不会弄得很好 运行一段时间 自己又坏了 这样你就乖乖出钱换件了 你知道吧 再则就是 修的不给你修的 对啊 这个星际啊 所以他提出的建议是 电梯的保养维修 真的很重要 80%出事 中国的电梯 在这个保养维修环节 然后他说 我建议不应该使用单位 要求检查 而是维修保养方 定期上门 强制保养维修 甚至厂方销售电梯啊 维修保养 应该根本就是你销售的 包括在里面 范围 你卖产品 就是卖这一辈子的这个服务 该换你要告诉人家换 对 对吧 当然这是他的建议 我们是外行不懂 但是出事是咱们承受的呀 对 而且就我刚刚说的 那个就是比较大品牌的一个 那个外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电梯生产厂家 他们在日本碰到过什么 他们就有 他们有遇到过一个问题 好像是06年的时候 在日本 他们的电梯呢 也是那个门 就像你说的 就你一下子不就上来了 人家的小孩就没上来 人家就掉下去了 然后就死了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当时他们觉得就也很冤 说因为电梯是我们的 但是保养的是 那个日本公司做的 但是就算这样 那个政府啊 就强制他们 这一间公司 离开这个日本市场 十年都没有回去 当然在日本还有个原因 因为他们本身也有出电梯嘛 本土品牌也希望把他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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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国牌子给挤出去 但是就是说 政府就沿道 你出一件事情 我就让你走人 就整个就在他们市场 那这网上现在都有人列出来了 就是 这个 姑且 我就先别公布了 这个 生产 这个电梯的 扶手电梯的 这个场 就好像五次出事情 五次出事了 已经 他怎么 他还在生产呢 还在卖呢 还得了很多奖 所以你就知道 咱这奖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我我就觉得 这个一方面呢 这个真是反映中国的国情 我说这国情 还并不光是制度层面的 还有这个人情 就是这个民族啊 是一个马达哈 差不多 这么一个民族 你看最要命的反映在电梯上 就像你说的对 要弄飞机 这个民族的人 他还知道 当场就要出人命 对吧 对对 所以人家西方这套规程 要严格执行 对吧 但是电梯啊 是一种特别容易 就是说 哎 明天休 也没关系 这不是还用着呢吗 有点慢 或者有点哐哐哐哐 或者有时候停楼层 没停队 但不过 高个十几厘米 就再过一阵 这是最容易 马马虎虎 对 再过一阵 然后呢 但它其实也可以非常危险 其实很危险的 到处都是坑啊 你不觉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咱们去下广告 咱们去下广告 这件事情啊 电梯业是 大的坏事啊 但是充分显示了 现在的传媒 跟网络的好处 嗯 你知道这种事情啊 如果你不经过网络 不经过传媒 这样大幅度的报道 那就是这种事情 可能以前发生的 就是一个小的 小规模的赔偿 然后这个主管部门惩罚 就大家完全不知道 呃 我 我去海洋公园 有一个 有一个项目 不是一个船嘛 就是这么 晃晃晃 海盗船的 晃晃 你一去上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人要掉下去了 就 就感觉啊 就是说从物理上 本能的觉得 人得掉下去 人得掉下去 那这个时候 我怎么来劝自己 相信他的安全呢 我就对自己说 从来没听到报道 说这里出过事情 你看这非常重要 这个一个 一个顺念 就是我对这个安全的 可靠性 建立在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传媒 就是相信很多 出了事情 会这样大规模的报道 会重罚 这一个企业 可能因此就垮台 或者是多少年 不能再生产 甚至主管部门 各方面的人 都要重罚 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 报道出来 最大的好处是 使得人们以后 还有勇气 再坐这样的电梯 要不然的话 这种 以前讲 你说为了这个事情 某某掉 某某掉 其实那真是坏事 所以我觉得 传媒网络 这个好事 那你的意思 以后咱们就都 扶手电梯 都别 都当楼梯上 不是 就别开了 就是来搞笑的话 不都出来了吗 很多人说 要坐电梯以后 得头和脚 就放在 扶手上头 这样上去 比较安全 但我觉得 国人 大家现在很会搞笑 这种算了算了的心态 有时候 其实挺有害的 大家知道 不是中国有个 童话大王 那个郑渊杰 我小时很爱看他的书 然后我给我女儿 也买了一套他的书 他最近几年画的 他也来过三人情 对 讲那个什么十二生肖 讲那些动物 当然都是教小孩 就是你 你要好好吃饭 你不要去碰电气 什么什么 当中就有一段 他就说一个小蛇 和他的爸爸 就是去上街 爸爸呢 突然就踩在 那个井盖上面 就掉下去了 就是满身都是脏的东西 后来给捞上来 然后就表现 这个小蛇 特别聪明 会绕着井盖走 我想我怎么 给我女儿 讲这个故事呢 你说 他意思就是说 掉下去是你倒霉 好像你 你绕着它走 是你从小 应该培养的一种智慧 你自己 我告诉你 到处都是坑 你自己得绕着走 也不说谁 没把这个井盖 给弄好 也不用去追究 这个事情 那在香港的时候 那我跟我女儿 说这个故事 然后在香港 我们经常看到 很多井盖 往上走 他也没觉得 具有什么危险 我很难跟他去解释 其实是有差异 这个 你知道吧 从小叫小孩 这种智慧 要的坑走 是 而且我真的就是说 这个不能说国情 不情 有时候地区情 它都不同 你比如现在 有些人讲 就是说香港衰落了 落后于什么北京 上海 这是一方面 但是要叫我说 另一方面 你咱们远远还比不上香港 城市管理 就是这个 你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现在觉得真有意思 就是说 过去我们闹革命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是破坏为主 很少建设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建设的时代 我们建设很牛 但是这建设之后 是个守城 就像一个电梯 你弄你有了全世界最多的电梯 可是这个电梯就像汽车一样 接下来是你的维修 保养 维护 这是 你知道有时候我就觉得 中国人喜欢一次性的痛快 咱来一个 完了之后不管 所以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内地 说实在话 我已经习惯了 你还别说这个扶手电梯 我已经习惯了一半的扶手电梯 平常是不开动的 我说至少我在香港有一点 他们在说 我说在香港 所有的空调都是冷的 当然有些人说 香港开的太冷了 动感之多 但是你知道 你要是在内地 很多这个空调 它就是暖气 暖气变了冷气 你这个该的该走的这个扶手电梯 我们家附近在北京 从来就是当楼梯 他倒不会卷人了 这就不开 该开的从来就不开 该好 我就我就说这个 就是说 咱们就说这国情 为什么我说 一个是制度层面的 你怎么怎么要有制度 要有规章 再有一个 我觉得你不能不注意 现代化的社会 需要现代化的人 需要什么人 我老跟他们说 如果都像我爸一样 出不了这个事 我爸我跟你说 他就有点强迫症 有的时候我也学了他一点 我爸就这个什么人 他从早到晚在家 他就在修东西 你知道吗 他要觉得家里有个东西坏了 他不可能放下这个事情 去办第二件事情 我现在觉得 这都是我的一个强迫症 但是是很极端 可是你就是说 比如说我就说 我有时候就急性子 就咱们这个节目 如果这个景这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可以 现在接下来不过改呢 你怎么可以跟我说明天 这个事情办不妥就别办了 我就是这个 我现在有时候让我自己要宽容 要适应这个社会 有些事等一等 但是你像我爸是工程师 出身 他就这个 家里如果这个热水器 没有出热水 那算是不能 就不能过了今天 我就一定要把这事解决了 我觉得如果咱们各行各业的人 你不管是做哪个工作 你有这个性格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个坏的 比如说这个网络这坏了 你知道把它修好 你不能睡觉 还有一个 都是处女哥就对了 对 像我这样的处女哥就对了 叫人讨厌 就特别叫人讨厌 看着东西坏 我也不行 还有一个啥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 大发展是过去的20年 什么东西都是在前面的 十几20年是比较新的 所以你现在再去对比一下 深圳的房子跟香港的房子 如果大家都是20年楼灵的话 那这个大陆的房子里边 这个正是停车厂电梯 就已经很多问题了 就是说香港相对来说 保留的保护的比较好 那香港目前还拥有两个记录 世界上最长第一第二的 这个户外电梯 户外电梯都在香港 而且它每天都要倒过来走 一个是在中环到半山的 另外一个就是海洋公园的 这世界第一第二号 不过我科普一下一个问题 你刚才讲那个 守护电梯不动吧 对 扶着电梯不断 你知道吗 不动的守护电梯 能不能走 人力可以让他走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走上去 出了事情 电梯公司负不负责 法律上你有没有责任 我认为电梯公司也得负责任 我给你一个普及 原来中国有个法律 关于这个电梯有一套法律 说 守护电梯是一部机器 它不能当作楼梯使用 你知道全 那我住那小区 没有楼梯 我都没见他走过 他都知道我怎么走 那是他 他没走过 那是他没走的错 但是如果 严格 假如要打官司的话 按照中国的法律 因为你知道 有一条全世界一直有争论 就是 这个扶手电梯啊 你应该站左还是站右 你知道香港的习惯 美国的习惯 他们都是 中国有一堆也宣传过 说你上去啊 不要两个人把他全堵死 你尽量靠右站 让左边的人上去 日本据说是倒过来 要求站左边 但是也有些国家 澳大利亚还不知道什么地方 他不让你 他不宣传站左站右 因为他说 不能在上面走路 在上面走路 就是违反这个机器的本意的 所以中国现在一方面 这很矛盾的啊 我们做一个普及就知道 一方面现在在文明的宣传啊 叫大家靠右站 让人家可以在左边赶时间走过去 但另一方面 根据法律 根据国家的这个 关于这个守护电梯的法律 它是一部机器 不能在上面走路的 所以严格说 你在上面走路啊 你不摔了一跤 他电梯公司还不陪你 是吗 对 他要真不让人走 真查了 他真不让人走 他应该拦起来 对吗 你就是在维修期间 我在查这些资料之前 我也不知道 我还常走 我不仅常走 我每次走的时候 我还感慨 我说这是世界上最累的楼梯 我曾经做过个比方 就好像女人找工作一样 为什么是巨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可以不用走 所以呢 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吗 你走这个 那个 自动电梯的时候 如果他不走的话 你爬是最累的 比你爬什么楼梯都累 因为你有个感觉说 我本来不应该爬的 他应该可以自己走的 很多女的觉得工作 这是最累的 因为我很多女班 都不工作的 工作就是不走的 自动电梯 这当然对部分的人说 这个比喻跨的有点猛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真的 我现在就是 当然他们都在讲制度问题 但有时候我身边切身感召的 我觉得是人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世界上 真的就是 我身边就有一些人 我就估计他在家里 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服 这就典型的 你比如说是我 我今天要一盏灯没亮 灯泡没亮 我就不能容忍 我必须把它换个灯泡 你知道我的感受就是说 所谓的文明 我的感受就是 文明不是在 沉闻的规定里面 而是在不沉闻的规定里面 常常 就是人和人之间 文明实际是一种洁癖 一种洁癖 对你们刚才讲香港 你说他的楼也好 什么也好 他对这个硬件的维修 他是靠制度 对但我更多的 我是赞赏他对人的管理 就是他对于 特别是人流密集的地方 那种管理 每天早上上下班 高峰时间 公共汽车旁边 他会给你另外排一个 你可以排那个巴达通的 而且那么多人 他都要管理说 这个车有没有超载 什么的 每辆车他都会有人管 那么 而且你看在香港 你就说这个巴达通 我不得不说 在我碰见的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 巴达通的机器都是能用的 对吗 当然了 都是开的 你要在内地 很多地方 你这 过原机 你可能都是不能用的 他那有个机器摆在那 但是他 坏了 和很多公用电话 是不能打的 有 但是是不起作用的 很大的一个什么 比如说哪怕很豪华的那种 五星级酒店 你比如说他应该是有这个遮光窗帘的 他都有 我跟你说 但他不遮光 那个上海那一次 对 就他那个电梯怎么会倒着走呢 就是他说的原因是因为人太多了 就是超载了 他就会倒着走 那在香港 我就我昨天 我正好是在这个高峰时间段 我去坐地铁 而且在那个尖沙嘴 很多人啊 我一个孕妇 我都没有觉得害怕 我等了三辆车才上去的 但是就知道 不会有人推 不会有人来推我 也不会有人在后头挤 大家都是默默等 默默等 那个上不去了 就也不会有人这样冲 这是人与人之间 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在里面 就还有一个 比如说你说 那个开车 我就会发现 比如说你在国内开车 大家不是说 你这个道 人家要并进来 你让谁 就你不让谁 一般是谁 车打光就进来了 但是在欧洲开车 他们有一个规定 叫什么 叫这个 叫这个拉链规定 就是说一个一个这样子 比如说我让了你一个 那你那边也要让我一个 是这样子 就是说不成文的规定 我觉得才铸就了 你最后的这个文明程度 对 就是实际上 先有了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慢慢内化 成了这个社会里边 人的一种本能 但其实两方面都是人性 你刚才讲的 你刚才讲的两个 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 第一个 我出去的时候 我家里有个东西坏了 或者是说了再难一点点 我的衣服乱七八糟 对待了 我都不舒服了 我可以把它弄好走 对 但另一方面呢 我的车子亮灯了 所以要换机油了 我就还拖 你知道 我还在想 我要不要回原厂 原厂贵嘛 对不对 你看 就是人就是 这个后者 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其实很多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就是团体使用的人 他想降低成本 他要省钱 他要省钱 就很简单 他其他方面 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